字幕提供 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梅老師今天要教各位做一個作品 我們叫做壓力噴泉 這個壓力噴泉呢 其實做材料非常簡單 可是這個飽特瓶同學在選的時候 一定會刻意注意到 要選肉比較硬一點 當然不要太大了 這是600cc的比較硬一點的保特瓶 好 我們來先做簡單的動作 我們要做兩個什麼 切兩個切口 我們在瓶蓋上面我們就選兩個地方 拿的時候 請快注意到 拿的時候 刀往這個方向行進 我們拿著 拿它的兩側 這樣子不會造成危險 然後在切的時候 記住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我們不可能馬上就切下來 怎麼辦呢 我們用一部分一部分 用搖動的方式 吸管再穿過去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緊度 所以我們的寬度是比我們的吸管要稍微 稍微再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再切第二個小孔 第二個孔要特別注意到 跟我們的第一孔之間 稍微要有一點點距離 這個距離記住 不要太寬 因為太寬的話 保特瓶蓋就這麼小 所以可能會碰到外側要扭緊的部分 這兩個孔 一個孔叫做什麼 叫做進水孔 一個孔叫做排水孔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準備來做一個動作 我們要把什麼 就把所謂的兩個吸管 直接把它怎麼樣 把它重 注意喔 我們要從這一側穿 一個叫做排水管 排水管一定比較低 為什麼水很容易流光 那進水管呢 在這裡 那它要有一段做什麼 它要做噴水的動作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進水管可以稍微長一點 接下來 我們用這個滴管呢 小朋友要看到滴管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 滴管這邊有數字 好 我們大概撿到什麼 撿到1.0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撿到這邊 然後呢 小朋友再把它套回去 小朋友看到 套回去的時候呢 它這個位置是剛剛好 對不對 位置是剛剛好 好 稍微有一點緊度沒有關係 把它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好 最後呢 很重要的動作 什麼動作 我們要把我們的什麼 這油黏土啊 把它搓成條狀 那在搓的過程當中 這個油黏土吸收老師的這個手上的熱量呢 它會變軟 那變軟的目的是什麼 是等下我們在做壓幾動作的時候呢 它可以將我們吸管 吸管是圓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切的口是什麼 是方的啊 所以這時候 這兩個口之間一定會產生什麼 形狀產生縫隙 欸 對 沒有錯 我們就要利用油黏土怎麼樣 把我們的縫隙把它怎麼樣 把它塞滿 好 那這邊不要忘掉囉 中間也要封起來 所以中間我們也壓下去 好 這個口我們已經做完了 好 這邊做完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來開始做一個測試 好 我們把這個水怎麼樣 倒到什麼 先倒到寶特瓶裡面 好 記住 這個水量的高度 有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呢 這水量的高度 絕對不可以超過什麼 超過我們的這個叫噴水管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塞進去 注意喔 我們把它扭緊 我們在扭緊的時候呢 盡可能不要碰到吸管 為什麼 因為吸管 我們只是用油黏土來做什麼 做固定的動作 以及做什麼 做我們填充兩者之間的縫隙 避免空氣產生易漏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正式操作的時候呢 小朋友可以準備另外一個水可以裝滿水 這是我們的什麼 這是我們的進水槽 那這是我們的排水的什麼 這個排水的儲水槽 好 正確操作的時候呢 來 請看這邊 我們拿的時候呢 我們的手怎麼樣 是拿側的地方 拿在這個前頭 好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的進水管 準備讓它怎麼樣 進到我們進水槽 排水管讓它怎麼樣 在我們的排水槽了 好 這時候來看一下 好 這時候小朋友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覺 滴管這邊是不是產生什麼 產生了噴水現象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小朋友請看一下我們右邊 綠色的這個管子 這個管子當水流出去的時候呢 會改變我們這個寶特瓶裡面的水量 結果造成什麼 裡面的氣體的量沒有增加 可是因為水流掉了 是不是增加了我們空氣的體積 這時候體積增加的這個空氣 會產生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它會改變它的壓力 會變小 所以因為壓力變小了 所以只好呢 接受所謂的大氣壓力 會將我們的這個水 從我們的噴水管 又把它噴到寶特瓶 形成一種叫做水的循環 也就是說 流多少水流出寶特瓶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儲水瓶這邊 就會有多少的水流進去寶特瓶 形成一種 我們叫做 所謂的水的量的平衡狀態 你看 排出去多少水 所以這時候呢 流進去的水量 跟它之間是達成平衡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作品叫做什麼 叫做所謂的壓力噴泉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作品 好 隨意 感谢观看